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有一点幸福美满 坦坦坦坦坦的一种花 它就是白鹤花 关于这个白鹤花的养殖 有些朋友买回去 不知道它怎样来养殖 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它的养殖方法 这个白鹤花是比较习惯的 但是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必须得给它折影 你不折影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这个叶子这个色固的现象 这个纯土积架 你可以叫它结束这个圈光照 这个球技的时候吧 你这个阳光还是比较这个强烈 你可以给它适当的这个摘影 在这个白鹤花的土壤方面 你必须用这个熟虫土气的复制土 你假设用这个远土是不行的 远土的话你可以给它混合的这个土壤 以保证这个整个植种的这个土肤印象 因为它这个根部是这个利径 一个利径了以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腐烂 你要用这个不吐肥的这个土质 你给这个白鹤花脚肥 你必须得见干见识 喷涂不是狠干的情况下 你就给它控制脚肥 因为你过于脚肥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腐烂 开花以后吧 你可以给它进行端架 端架了以后吧 这个明年以后 它这个肥田又发肥鸭子来 它能够那次开花 白鹤花比较吸肥 但是不吸弄肥 这个鸡眼 你可以给它用这个032型鸭 给它盆沙液面 也可以用这个水中鸭进行给它搅拌 按这个0.2%的浓度 这个下鸡吧 你坚决控制是肥 因为它出于手面器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受肥害的现象 好了 关于这个贝克花的样子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再想